欢迎来到小韩说故事 小韩带来《向风而行》番外 第十六至十九集 一夜解放天性的顾南婷 酣畅淋漓 逛街经过一些商场 现场布置得好梦幻呀 原来是一家婚纱店在搞活动 程霄拿出手机就想拍照 自拍了几张 才想起来可以让顾南婷帮她拍 顾南婷手上大包小包的 放在脚边 举起手机开始拍照 程霄精心摆好了动作 脑海里已经浮现出画面 看到顾南婷拍了好几张了 等到她拿到手机回看时 肺都要气炸了 顾南婷 你这是拍的什么呀 画面这么大 我的人这么小 脸都看不清 你不是说场景好看吗 肯定要把场景拍进去啊 顾南婷解释 啊再看看这张 我的脸都拍虚了 再看这张 我怎么那么胖啊 你也不提醒我昂首挺胸 双下巴都拍出来了 还有这张 我有这么矮吗 程霄拿起手机 塞进包里就往前冲 顿时心情全无 陷入了容貌焦虑中 难道在她心目中 我就是一个矮小的小丑 难道我很胖 难道在她心中 我一点也不美 程霄突然想到自己爸妈 每次妈妈让爸爸帮助拍照 每次也要被气到 没有一张好看的照片 难道拍照 真的是男人的黑洞吗 程霄气呼呼地往前走 顾南婷连忙拿起地上的购物袋 追上去 用手去拉她的手臂 也被甩开 顾南婷皱皱眉头 百思不得其解 就因为拍照 至于这么生气吗 不是你让我拍的吗 女孩的心思还真的难懂 前一秒开心 后一秒就翻脸了 经过一个卖花的摊位 顾南婷灵机一栋 挑选了一束花 拿到了程霄面前 程霄原本还在生气 不想理她 回头看到一束花 顿时气也发不出来了 送给你 我哪里做得不好 告诉我 我改 嗯 你拍照技术太烂了 把我拍丑了 我不开心 这个事情这么重要吗 看到程霄脸色又要变了 顾南婷改口 我学 你要相信男朋友的学习能力 下次肯定拍好 行 给你机会 看到程霄的脸色 终于平静了很多 顾南婷经过一个冰激凌变 又顺手买了一个地给程霄 程霄一边吃 一边挖一勺给顾南婷 心情顿时甜滋滋了 果然 甜品最能让人开心 顾南婷终于松了一口气 恋爱中的女人 真是娃娃脸了 说变就变 不过她愿意在自己面前 使小性子 愿意做 也是没把我当外人 在男朋友面前 才会这样 这样想想 顾南婷的心里好受了很多 更加坚定了 要成为一个优秀男朋友的决心 也意识到自己的差距和不足 我就不信 没有我搞不定的 顾南婷在心里记下 她喜欢花 喜欢吃甜品 喜欢拍照好看 喜欢买衣服逛街 喜欢软萌可爱的小物件 晚上 程霄说要去吃跳跳蛙 她经常去的那家 可好吃了 顾南婷听她这么说 自然是要一探究竟的 程霄直接点了三斤蛙 点了啤酒 要和顾南婷大快朵頤 顾南婷试吃了一口 太辣太重口了 不停地喝水 喝冰皮菜压制下去 程霄却吃得很欢 顾南婷于是化身家菜小弟 专门挑选肉多的家给她 程霄见她不能吃辣 拿菜单给顾南婷又点了两样 也不勉强她 顾南婷又倒了一杯温水 把菜放进去涮洗下 才入口 原本她不用勉强自己 却还是想尽力去体会程霄的快乐 果然 顾南婷的殷勤让程霄很受用 两人吃完又买了杯奶茶 溜达了一会消食 之后去看了电影 情侣最爱看的爱情剧 谈恋爱 异地恋 出轨 分手什么的 甜是真甜 男女主热恋时期 像连体人一样 动不动就轻轻抱抱滚床单的 程霄手抱着顾南婷的手臂 摇摇嘴唇 假装镇定 顾南婷也没说话 却听见她吞口水的声音 双眼目视前方 程霄环似一周 发现好多情侣在亲亲 反而他们俩像个异类 等出了电影院 发现大街上还是有好多情侣 会不管不顾的亲亲 程霄发现自己视角可能出问题 以前没发现这么多情侣呀 如今自己一关注 好像大街上都是情侣了 顾南婷发现了程霄的不自在 和内心的小期待 她没有明说 可能是在期待着她的主动吧 顾南婷突然停下来 一把拉住程霄就往自己怀里送 捧着她的脸 低头就亲了过去 程霄愣了一下 才开始回应 两人温温柔柔地吻了好一会 才分开 程霄一脸娇羞地环视四周 却发现根本没人关注他们 在这样的夜晚 大街上最不缺的 就是溺外的情侣吧 走吧 回家 顾南婷一脸笑笑的 她好像又发现了程霄的小秘密 原来 她喜欢亲亲 约会一天 够累的 洗个热水澡 舒舒服服地睡一觉 在程霄整理自己的站立体时 顾南婷已经进洗手间开始洗漱了 当顾南婷躺在床上 看见程霄穿了一件纯白的衬衫睡衣时 顿时觉得整个人都不一样 视线再也无法离开 衬衫的长度只到臀部下面一点点 刚好露出修长的白花花的两条腿 衬衫隐隐约约的 若隐若现 勾勒出美妙的身体 再配上童年般可爱的脸 这个反差太大了 蠢欲诱惑 程霄刚进被子躺下 顾南婷就伸手过来 胳膊正好在她头下 凑过来搂住她的肩膀 要亲亲了 好香 好美 你越来越会了 程霄被堵住嘴巴 还是不忘调侃下 你不是喜欢亲亲吗 顾南婷亲吻住程霄的唇珠 慢慢轻柔着一道嘴角 忍不住舌头缠绕进去 手也开始不安分 在凸起的山峰处抚摸 程霄被亲得窒息 停顿了下 往后退了下 顾南婷紧跟过来 再次咬上 继续缠绵 一会程霄用力度加大 把顾南婷扑倒在下 深深用力亲下去 推拉之间 把顾南婷瞄拨得欲罢无能 根本停不下来 程霄伸手捂住顾南婷的耳朵 只听到两人亲吻和心跳加快的声音 好声刺激 好像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只有彼此的缠绵 胸前的柔音还不满足 终于松开唇 下一道柔软处 一阵水吸 舔弄 腿间也不自觉开始摩擦 程霄被亲得身体发软 全身松麻畅快 转头也想去亲顾南婷 转头抓起腿间的硬物就开始舔势 冰冰凉凉又舒爽的感觉贯穿全身 顾南婷像被惦击了一般 差点要把这种舒爽喊出来 整个大脑充血 完全不受控制 下一时 本能地也去掰开腿间的秘密花园 吸水上去 两个人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舒爽 直入心扉 整个身体都是放松的 美妙的声音不自觉从嘴里呻吟开来 伴随着此起底伏的叫唤声 两人亲得更加投入了 伴随着顾南婷的埋头用弓 承潇突然用手按住她的头 不让她离开 一阵密密麻麻的快感袭来 整个人不受控地抖动 顾南婷戴上保护套 再也受不了 长驱直入 急于泄洪 在顾南婷的冲击下 承潇很快又有了感觉 潮水般的湿润 让撞击更润滑了许多 叫唤着 撞击着 看起来有点单薄的顾南婷 体力很好 不愧是经常运动健身的体魄 不知疲惫 不知过了多久 顾南婷感受了快要冲到山顶的快乐 被夹得越来越紧 声音声冲斥在耳边 撞击的速度越来越快 突然一阵不受控制的抖动 喷搏而出 程潇的身体也跟着开始颤动 两人一起冲上了高峰 紧紧拥抱在一起 过了好一会 才啃出来 去洗手间冲洗身上欢好的荷尔蒙气息 程潇贪软在床上 过了一会 才被顾南婷抱进了洗手间 事后 两人躺在床上覆盘 顾教员 我的衬衫睡衣 是不是很得你的心意 嗯 唇欲感 我喜欢 我发现你越来越会亲咯 嗯 总要有进步嘛 我现在喜欢上轻轻的感觉了 我发现你也很喜欢了 那我就不用控制自己了 以前我都是自律 谨慎 理智 克制的 在你面前 这些都要统统抛掉了 顾从心 你做自己就好了了 再亲一下 顾南婷一边亲 一边不忘问 怎么样 对男朋友还满意吗 满意 非常满意 你喜欢我亲你哪里 下次我好加油啊 程潇 凑到耳边嘀咕 一脸害羞 顾南婷听得心里发痒 又用力亲下去 被解放天性的顾南婷 一夜酣畅淋漓 对男朋友还满意